HELLO 各位觀眾 今天我來到港航的Lounge 澳堂 待會就帶大家搭香港航空的A330雙武艙 雖然船不上是一個超級熱衝的航空迷 但只剩一個致遠的 就是希望能達到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 詭異的就是即使我身為香港人 其實我從來沒有搭過香港航空 這陣子看新聞 可能現在不拍的話 以後都沒有機會拍的了 好 去片 這個頻道是介紹各國的建築美學起家 上到港航當然要帶著這份審美觀 減少一下它商務艙的設計元素 首先行李架 呼應港航標 番茄炒蛋的corporate color 而長新的花紋就echo中式圓林那隻蟬狼的目標 座位亦都貫徹中式的宮廷風格 不是各個商務廠都有個福祉 人家說是皇上座的龍舖 雖然被網民說 好像在棺材裡面的獸衣的logo 不知道它在夏天都未必存在 突然間很懷念這個福祉 好 是時候起飛了 這次氣流尚算最嚴重的 但見到城市的氣流尚算最嚴重的 好像前面的椅子震成這樣 莫非真是如全民所說 武齊曼羅斯 過了一會之後 一切都回歸平靜 我們現在搭這隻 是港航的A330客機 這些位置漂亮還是不漂亮 和航空公司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除非你好像中東三寶 那麼搭水 專門沒有人的商務廠 其實大多數都是外判 來來來去都是那三班公司 Colins, Zodiac, 和 Stelia Polins 是最多人用的 它是鑽石型的商務艙設計 應用於美國航空 中國的國航、台灣的華航 至於Zodiac 它的反向乳骨型的商務艙 就是香港人最熟悉的 WATAR航空會用到 至於港航 就是Stelia 那隻121卡蘭卡蘭的商務艙 今次的位置在這邊 而前面的位置在旁邊 而後面的位置又扁在這邊 前隻腳一伸的時候 你不會對到前面的人 因為前面的位置在旁邊 如果喜歡看風景 畫位就要記住 雙數才是真正的窗口位 單數是比較遠的 而中間排就剛剛相反 單數是真正的雙連位 而雙數的座位之間 都是隔著茶几 20分鐘後 我想要蒜蓉包 請問要多少片呢? 一片就可以了 這個有什麼推薦? 這個比較遠 紫芝麻包 我們都要一個芝麻包 謝謝 謝謝 很慢用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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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間排成紅酒 有興趣的一些 嗎 酒啊 不用了 這點是軟 又門助理這碗 試一試 好 這碗是氣汁克 另外這碗是甜品 我們今天這個商品要用鏡子 你試一下 如果太乾的話 我們可以幫你盤棄一點 好 OK 謝謝你 謝謝 好 為大家介紹這個鱔魚意大利飯 嘩 那碟很熱 整個碟都熬了 很熱給我 它的魚肉很嫩滑 但又會沾到軟了 至於它的調味有點像是 港式西餐廳 那種意大利飯的調味 有些味道追醉的時候 很有咬喉 會有粒粒粒粒的 然後這隻酒呢 就是它幫我選擇的 轉換我來配 今次的主菜那條魚 特別要爭取空姐 因為我一向都不喝酒 但它就強烈推薦 真的挺好喝 而且它和我魚肉的味道很合 但是這個機師 它是下升降落 是一下拉高 吃下飯的時候 突然有靈心的泡一泡 再吃下甜品 隔壁是蛋撻 餡是起司蛋撻 餡是起司蛋撻 面是芒果以前的沐司 這樣就完美了 吃飽飯又看看它的設施 每個商務艙的座位 都會附有枕頭和棉皮 這樣就和CX不同 不是按Request才排 而腳踏下面有一個小小的儲物空間 而且不夠位 就可以放在旁邊的隙子 座位的下面有一個萬能插收 還有一個雜誌架 那有雜誌當然就要有寫燈 方便你去看書 然後正中間就是它那個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的遙控 收納得不錯 不會太緊也不會太鬆 不過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 各位旅客 從今天開始 我們在韓班 是需要30均 提供韓基的娛樂器和服務 就沒有電視體了 這班機 所以有一個螢幕 只不過螢幕一直都是兩項文字 祝你旅途愉快 然後旁邊呢 就有一個掛衣的勾 上面這個攪坐位 向前向後 還有一個short cut 全水直和全平坦 那你又可以攪動椅子 還是耳背動的 示範一次它是怎樣平均 好 好了 起床了 要降落 不過起床的時候 能否聽到它的價位 這聲音 這個就不太滿意 也證明那些機器已經足夠了 是要換的 說起塵舊 真的有幾個細節要整理一下 例如座位爛了 要封牛皮膠紙 又或者布料 用久了 起毛粒都不換 最誇張的 就是機身旁邊的塵板 竟然是穿洞 還有椅子的膠邊 脫了在吊吊 其實飛機和人一樣 都有生老病死的周期 參觀一下財困的商務艙 都是一個有趣的體驗 今集拍到這裡 下一次再和大家搭拍其他航空公司 拜拜